你好 欢迎收看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台九县苏华公路大清水隧道 上方边坡摊坊 砸毁了25公尺明隧道 导致东部旅运受阻 13号上午交通部长王国才 以及交通部公路总局长陈文睿等人 前往现场了解抢救应变工程的作业 目前公路总局出动大型机具 从南北两端持续推进 预计15号下午5点 才能够抢通苏华公路 但上方边坡还是要做检疫的防护和清理 16号到18号施工期间 才介护时段性管制通行 19号回复正常 大小石块持续滑落 挡住去路挖土机进驻动工 加紧抢修 台九县苏华公路大清水隧道上方 11号晚间边坡崩塌 截至12号下午 已经清除200立方公尺的土石 大约是总碳方面积的六分之一 交通部长王国才13号也到场视察 另外就是上边坡的检疫处理 包括上面阵营的土石 还有刷坡 他们先把它做完 包括民隧道上面的 这些土石都把它清 然后做一些检疫的处理 虽然崩落土石有不少是大型石块 坍塌现场路面窄小 空间不足 让抢修工作困难重重 不过春节在即公路总局排雄谱保证 一定要在实现内抢通俗华公路 上边坡这个土石清理完移之后 会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检疫的一个保护 那预计在这一个我们星期日 这个17点能够这个抢通 开放通行 抢通还要再等等 由于坍塌路段是苏花改与 就苏花公路的贡献路段 目前依然往返花莲公路中段 无法通行 民众只能改以铁路运输 或绕道中横 大千里隧道这一段 就是我们苏花庵里面 从河冷到重德这一段 那过去在做苏花庵的时候 也发觉这一段的边坡是比较不一定的 所以他们提出很多的方案做讨论 那初步是一个9.7公里的长隧道 一场贪方事故掀起 往返花莲的行车安全讨论 交通部长王国才强调 将加速推动苏花庵完成 这次贪方路段 未来将设计成9.7公里的长隧道 新路线也将全力抢在2032年完工 记者综合报道